他一张照片就要300万 轻松按下快门进张百万 日新就能轻松买下一套房 陈曼作为中国最高的商业摄影师 办一次活就收入百万 他的吸机能力远超于普通的二三线明星 你可以不认识这个人 但你肯定看过他拍的片子 在CP粉还没大型其道时 陈曼一组是胡不是祸的瞬间冲上热搜 画面唯美瞬间戳到CP少女的心 不祸北海道西系的杂志上市6万册 短短时间全部收集 18元的杂志在淘宝上炒到了200多元 一阳千玺西阳下黎窝浅笑 陆寒的傻袍子无辜天真 以及李冰冰全球最佳的小红帽 陈曼的拍照技术比做整形医生的手术刀 在他的处理下 任何人都能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 所以每一个被拍摄的明星及上流人士 都与陈曼成了关系密切的朋友 陈曼出生于1980年的北京小胡同 经常会遇到蟑螂小老鼠 然而陈曼虽然年仅两岁 不仅没有害怕 还将小老鼠栩栩栩如生地画在纸上 家人觉得他有天赋送起学画 不仅让陈曼端起了摄影这晚饭 却是知名化妆师李冬天 他邀请陈曼合作 为Vision青年视觉杂志拍摄封面 而陈曼第一次端起相机是拍春晓 但最初图片并不出彩 不过别忘了他自己学过画画 拍不出就画 于是陈曼运用大量的后期软件 画出了有强烈视觉冲击感的作品 也画出了自己的未来 而他的这张宇航员在2008年 还被英国博物馆永久收藏 陈曼还未毕业就迅速出名 在PS并不流行的年代 在各大杂志还用影楼式审美修片时 陈曼奇幻的风格 开辟了艺术时尚摄影之路 也就开启了他的财富之路 你敢相信吗 他用一张照片讽刺了14亿中国人 眯眯眼 雀斑脸 奇怪的色彩打光 陈曼用这种方式来表现中国人 奢品包包配上这种油腻黑暗气息 鲜明的反差让人不由怀疑 这是在迎合西方审美中的中国人 而陈曼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时 却迟迟未发声 而是在10天之后才在微博发文 为自己的作品引发争议的事件道歉 不过外网却发布了一条 只是为了一顿饭的言论 有几分真心不知道 但陈曼当初不是范九爷使 怎么不把他拍成这样 那年范九爷的口碑遭到了重大危机 无数桃色绯闻向他扑来 但是范九爷请来的两个人瞬间 让他逆转口碑 一是叫他说出我是豪门的杨天真 二是陈曼拍出范九爷慈雄同体 而陈曼经此一战彻底出名 不仅出圈还在圈内彻底站稳 接着一阳千玺 王嘉尔 胡歌跟他合作的明星导演数不胜数 一个镜头上百万 只有顶流才配让他拍 陈曼并不抗拒这个浮躁的商业时代 因为他深知他的照片可以拿来换钱的商品 也赤裸裸地表达欲望 我的理想是赚钱 然后拿钱供养自己的理想 所以也从不敢对明星下手 而在西方奢侈品拍摄大片时 自然以西方审美为先 这已经不是这位天才摄影师第一次这么操作了 随后有网友搭出了陈曼2012年拍摄的作品 中国十二色 大家却没有看到一点关于中国女性美感的输出 看到的却是最鲜明的就是弱化了眼睛的存在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陈曼对眼睛有偏见 从这点来说 陈曼无疑是成功的 他摄影才能 没得说非常懂顾客的需求 却唯独忘了自己的国籍 陈曼是中国最贵的摄影师 他也曾给很多明星大咖拍过作品 作为国内摄影师的顶流按一下快门就上百万 圈内流传一句话 没有让陈曼拍过的明星都不算顶流 随着明星鹤立时 他拍摄后期大量使用PS 很快就引来了许多人的不满 圈内人士迪小亮等摄影师公开称 陈曼作品没有领悔 只靠精修 但在西方人眼里 陈曼的作品却是宝贵的 纽约时报甚至认为 他是中国视觉改革的先锋队 对陈曼的评价颇高 于是受到西方的鼓励 陈曼的一些作品总是在迎合着 而在今年的11月 陈曼在知名的品牌迪奥所拍摄的一组照片 彻底撕开了他的面具 这组照片无论妆容形象 还是眼神 以及模特所散发的气质 总有那么一丝诡异和丑陋 甚至说这次审美翻车 可另一边陈曼的作品顶流们 个个时尚帅气有范 有几张照片甚至是出圈的存在 他自己出镜 无论是自拍还是写真 都是大眼睛 高鼻梁 青春亮丽 火力无限 要说他不了解咪咪眼的意思 但纽约时报也曾发文认为 咪咪眼是对东亚的一种歧视 那么走在国际的陈曼又怎么不知道呢 所以为了迎合西方人的思维 但流量至上的商业思维 不禁让国人很心寒 正因为如此 陈曼的做法才收到了网友的抵制批判 收到了中国妇女报 央广等官媒的点名批评 最后也受不了网友的质疑 陈曼关掉了自己的评论 但依旧难掩大家对他的气愤 以及抵制他的学期